主要我們很開心這三年半做到最低限度是兩件事 一個是積出尊嚴 一個是積做未來 積出尊嚴就是我們之前有一班工友 40至60歲的這班工友 他真是有一門的手藝 現在進來不是只有一份工那麼簡單 而是我們要將大家的技能 對品質的控制提高到世界級的水平的時候 其實他們進來真的很多東西要學的 頭三個月是最關鍵的時候 因為是在提升他們的技術 他們以往一些做毛衫的時候 那種的漏襲 或者一種思維的態度 另外一班人就是積做未來 就是一班可能是二十幾三十幾 四十幾歲的人 他們是學做管理的 有技術底出身的 有其他一些好像我這樣 不是毛衫或者製造業出身的時候 我們來到這裡的時候 是可以學習一些很好的管理的手法 我簡直叫做Best Practice 甚至乎因為我們是要殺出一條血路 是比較革命性去找一些最適合我們做的管理方法 因為如果我們只是跟其他的工廠 無論是港商工廠 還是意大利廠還是日本廠 我們發現是放不下香港去做的 因為香港有特別自己的處境 特別的一班不同的勞工的人 那個技術不同 所以我們是 是因為這樣一個這麼不同的管理方法 才可以集體地去生存到 我們發現老一輩的人 讓他繼續投入在他手藝上面 那個技術上面的提升 另外一班就要自己Groom 一班新一代專門去做管理的人 但是他同時也在技術上面 都要有五常下可以學 但是一班新一代的人 好像我這一類 或者剛才你看到畫花也好 每個人都要負責管理這間公司的責任 亦都因為這樣 我們是一張白紙的 因為我們沒有了老一輩 見過幾十年這一行的包袱 那種可能會妨礙我們向前進 或者提升那個心態 變成我們發現必須要老中青這樣去混合 中青就是我留在 集中在管理上面 甚至乎有時帶回老一輩 在工藝上面 要衝出他以往做開一些不是高價的東西 或者那類低一點點品質水平的那種思維 所以我們很高興 其實在一個抵抗公開 都給你看到我們一些文章 我們陸續出緊 就是老一輩的 他怎樣是顯露出他驕傲尊嚴的一面 即出那個尊嚴就是因為他比他做女兒厲害的時候 新一代的時候他不需要再有個威脅 就是如果這間廠他又再不做 或者是最後一間廠都說不移不上 還是不做的時候他真的可能轉行 都不知道轉什麼行 因為可能他是沒有大學學位 甚至乎有大學學位的話 又不是特別飆青的人 那怎麼辦呢 我們發現做工業呢 是可以有很多的位置 可以給這些肯學肯做的人 我自己也打到昨天的惡 我就發現什麼是人才呢 就不是什麼IV league出身 還是有多少個大學學位等等 而是肯學肯做肯捱的人 就是人才的了 那我們不斷去identify這一類的人才 甚至乎去到一個位置 昨天有個人說我們在屯門 團職了一班人才 還有大口裏面一個團字 我很喜歡這個字 團職人才 我們真的用了四年的時間 很多人一問 你請什麼位置的人有人介紹 我說你不要問我請什麼位置 如果他是一個肯學肯做肯捱的人的話 我開個位給他 因為這一類的人 你們報館也好 公司大學也好 你看到這些人就會辣的了 擁抱他的了 因為實在這些才是最重要的人才 你之前有多少的學歷 其實已經是 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你肯學肯做肯捱 我們給了很多 特別是新一代 給了一些企業家 要想的訓練給你 一些管理的思維 你怎樣去做一個判斷 去管理的事情 所以 譬如阿德這樣 我們真的跟他說 你搞得好電機房 剛才看到 那一千多呎的地方 十幾台機 去年我跟他說 你搞得好這一千台機 三位工友 你三個隊員的話 整間廠 你就可以搞得好 所以在大半年之後 他真的 皺一皺眉頭 第二天他會想到 怎樣去搞定一些事情 他就不會說 很難做 不懂做 那就算了 這就是肯學肯做的心態 所以現在有一半的工場 都是他在看 他要學習管理 就是要管理三十幾個工友 個個都是大他三四十年 所以 當中他有他自己 要去成長 要去學習 但由一個技術師 可以突破 跨越到 去做一個管理人員的時候 當中很多心理關口 亦都可以很多實際的 每一天回來 打仗的 那種的壓力 我們希望就是阿德 就好像我們這些工友 那樣 當自己是有實力的時候 有實力 沒有壓力 我介紹一下 三位 我們其中有三位 其實是 我們八十個人的代表 因為個個都是 一個打十個 可以 那首先我剛剛講完阿德 就是這位 站一站起來 說嗨 阿德三十二歲 那很多詳情 就自己看那個Vlog 那由畫花開始 他已經做了十年的畫花 然後呢 去到我們 兩年前 去到我們工廠的時候 我們很希望 是自己 由技術底的人 也可以先去 所以現在除了他之外 有幾個都是技術底的人 我真的不理你 是有沒有大學學位 還是你會考幾分 你肯做 我們肯教 我們呢 總之就是我背的 你們呢 就不要整天 什麼都不敢做 OK 旁邊這位謝姑娘呢 五十幾歲 不要透露別人這麼多年齡 OK 謝姑娘很厲害 十一歲入行 哇 小學都未讀完的 OK 他就跟著跟著做 蓬盤出身 跟他姐姐 跟他去工廠 學習又很快 做著做著 就已經做到領班 後來因為沒有工廠 我想是九十年代左右 就停了大約幾一年 十年左右 有嗎 十五年左右 到我們開廠的時候 我發現謝姑娘 是跟阿德兩個 雙妹妹來的 就是我們管理我們的工廠部 謝姑娘呢 就是 就是 頭一半的生產工序 就是逢盤挑撞 和做版一手 他跟著的 阿德呢 就是後面那半個 但是謝姑娘 厲害的地方就是 雖然他是十一歲入行 但是呢 他是唯一一個這樣的年紀 的人呢 是坐在我們管理團隊裡面 就是說老中青 我也說中和青 是管理團隊 但是呢 有一個 謝姑娘的管理團隊 因為他真的 走得快 過有些年輕的同事 剛才我說 我們用數據分析 靠那部RFID的系統 他自己是去學的 很多人 我不知道坐在那裡 有幾個人是很舒服 去看 spreadsheet OK 這一副 系統 如果 中層經理不好好 或者主管不好好 去看 有心機去學數據 真是 屠龍刀 你都用來切西瓜 但是他自己呢 暗地裡 不知怎樣 就學了 看數據 每一天就是 剛才我拿著的 那個大表的report 讓他自己知道 流程去到哪裡 甚至乎 去到半年之後呢 我問過他 我說 謝姑娘 夠不夠蓬盤 夠不夠流到下來 你這裏 有沒有瓶頸位 還是什麼 他不是馬上說 讓我一眼看完 通常老師傅會是這樣 老主管一眼看完 不是 讓我看看RFID的報表 待會告訴你 他自己就計算數 我聽到這句 我直接說 我要告訴供應商人 別人贊助我們 原來一個前線 這樣的年紀 十一歲就入行的人 他會懂得refer 參考數據 然後才給我們答案 去到現在 我都說 我們出Facebook的東西 不只是跟對外的溝通 是所有的持訓者 都有溝通的方法 包括持訓者 包括我們的員工 所以我就跟我們的 終神經理說 我都說 每個人都要自己有Facebook 他那一晚就回去 叫兒子 幫他開了Facebook 接著 見到我們的東西 他就懂得like 又會懂得自己錄影 什麼步飛 我都見到他 雖然震一下震一下 自己懂得去學一下 怎樣上載 所以這個 狠學 狠做的精神 不只是屬於年輕人 這一代 是非常好的態度 謝謝謝姑娘 方伊 六十幾歲 最近如果你有看我們的 Cat Walk Cat Walk 你就看到了 方伊 她自己很自信的步 好像CD裡面 都有那個Clip 擺在這裡 十個分鐘 你可以看到 前幾天對著一千人 這麼大眼彈光燈 她自己第一次對著這麼多人 可以說到幾句 很自信地走那幾步路 多一些關於方伊的故事 她說的開心果 方伊的東西 亦都在我們的文字上的blog 因為跟她吃了很多頓飯 有時這三年多 一放工 有時我都想跟她們一起坐巴士 聊聊天 我要追著她們去趕巴士 其實她們很年輕力壯的 我真的要追回她們 但是主要是否出口 有自己的brand 自己的brand只是佔我們不夠一成的生產量 因為只有一個店鋪在中環 主要是幫大牌子去做出口員 做OEM的單 但是我們店鋪都要 同樣重要就是因為 要生存到 我剛才都說了要產品開發 我們是要很融入到客戶 就是這些牌子的設計部 她的產品開發緊的時候 已經跟我們一起去產品開發 去試很多東西 甚至乎看一下我們後面 這一類的產品 從那裡拿一個靈感出來 再演繹出來 她怎樣去做法 因為我們是在技術上 推到自己很高 所以我們已經不是只做製造業 已經去到 是在做服務業 就是在產品開發 跟客人一起做產品開發設計的時候 已經是一種的服務 在當中 否則她不會落單 你多厲害的生產的員工 都沒有用 一樣是這麼激烈 我覺得如果是 跟大牌子去拿單 你都不用特別告訴你 你是什麼社會使命 最重要就是品質 最重要是你是不是 做出來的東西正 美 跟著就是價錢 對於她來說 你告訴她 你有多有愛心 你這樣的良心管理 OK 起碼她覺得 你是不會請同工 你不會用一些假的東西 將貨就價 是放心的 但她最重要的是 我們有沒有品質 我們生產的管理 究竟可不可以做到批貨 否則她自己都要被人炒油 OK 而且她跟我們講解的時候 到最後一毛錢都照講解 不會因為你是社企 就會鬆手 所以我們很明白 既然你要做到這個市場的時候 然後我們不可以只講愛心 做到多少 我們就盡量幫大家去賣出去 地鐵扇又賣 連銷市場又賣 我們不是做這些事情 我們先拿最漂亮的 她給得起我們那個人工 她又信得過我們可以做到的 最漂亮的品質層次 假如我們的工友 是欠這麼多技術的層次 我們自己是要內部提升到做到為止 OK 這個是反過來 這樣的時候我們才可以持續 這樣的時候我們不是靠 我打心口 靠同情 你給單我們做 我們不需要靠這些東西 我們才可以跟市場一起呼吸 因為我們的客人 都是競爭很激烈的 他們是專家 他們是專家 他們一看這件衣服 摸一摸的料就知道 可以不可以 OK 就算去到店舖一樣 不可以打心口 別人就是隨便吧 買了 下次其實都不適合穿 你的手工那麼差 這樣不行的 我們真的 都是一個價值觀的 我們都跟我們的客人 我都會跟女教授說 這件衣服不適合穿 還是你覺得 你的款式又差 質地又差 我說不需要同情我們 你不要買 因為你買了害死我們 我們的設計師 會以為自己很厲害 所以 不需要給我們這一類的愛心 你真的覺得不行 你出聲 你覺得什麼是不行 不要買 我們就會有個市場的 feedback 告訴我們 我們自己的品牌 有什麼做得不好 我們的客人 也會告訴我們 哪裏有什麼做得不好 所以 做社企 不可以是一個 駁到同情的分數 看這件衣服 要當熟 仇友 扶椅 沒有 如果 有